公園草地上躺着一名男子 已经明显死亡 警方缝锁现场来回勘查 搜集证据不放过任何蛛丝马鸡 调查发现男子身上殴打痕迹 遍布全身 检方立即进行解剖相宴 男子妈妈赶到桃园殡仪馆 看到宝贝儿子血肉模糊 泪水也不禁滑落 如此灵虐 蚕食 我想所有做妈的 这辈子都滥语 失怀 据了解男子疑似与朋友交易 提供账户存折就可获得4万台币 没想到男子拿了钱却不给存折 双方相约谈判 疑似颤遭朋友殴打 5号凌晨男子在桃园温州公园下车 没走多久突然倒地死亡 警方悬线居提三男一女共四人导案说明 目前四人均否认参与殴打 推称是另一名在桃男子涉案 警方也全力厘清事件真相 还给死者一个公道 记者刘志展王云廷桃渊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 订阅您的闺应 今天你们就进来 按分析 这个 转论